大家好 看过我播种大蒜视频的朋友知道 我今年种了四种状态的大蒜 大蒜已经收了 现在做一下总结 朋友们可做一些借鉴 免走弯路 下面我们用状态一 状态二 状态三 状态四来描述它们 状态一是从超市买的大蒜 是最先除苗的 状态二 是自己留种的蒜瓣种的 也是超市买的蒜种出来的 状态三 去年落在地里的蒜瓣 自己长出来的蒜苗移植过来的 落在地里的蒜肯定是小蒜 要不也不会落在地里了 状态四 用种子育苗的就三颗 种子是去年有一颗大蒜没收 蒜苔开花了 留的种子 四种状态的生长情况和对比 状态一是最先除苗的 比状态二整体要早一个星期 在长蒜苔时 长出来很多小细叶子 这些小叶子抢了蒜苔的营养 导致蒜苔生长缓慢 小叶子长得多的 蒜苔就没长出来 状态二 比状态一晚出苗 所以在生长过程中 也比状态一慢一拍 当状态一的大蒜 有明显的蒜苔长出来时 状态二才刚刚冒出 蒜苔的叶尖 但是状态二的生长是正常的 没有长出多余的碎叶 就是比状态一长得慢 状态二收大蒜的时间 比状态一要晚一个星期 和出苗时间一样 相差一个星期 但是明显状态二还可以再长长 收蒜时 状态二的蒜径没有倒幅 状态一的蒜是倒幅后收的 所以状态二的蒜头 应该还能再长大一些 因为我着急用这块地 所以就提前收了 收大蒜最好是等蒜径有倒幅了 再收比较好 状态三是移植的蒜苗 就这一排外加这几棵 在生长过程中 蒜径明显比状态一和状态二要细 是落在地里的蒜长出来的 蒜瓣小 属于种子的品质差一些 所以生长过程就表现得没那么好 前期长得慢 但是到最后收蒜时 蒜的差别反而不明显了 状态四 种子种的蒜 整个生长期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一直是细细的茎儿和叶儿 尽管这样也长出蒜头来了 就是小 像独头蒜的大小 这个看起来就是独头蒜 这个还是有分瓣的 用种子种蒜根本吃不到大蒜 这也是为什么大蒜不采用种子播种的原因了 同时播种种在一块地上 就排除了土地营养水肥和天气气候这些因素 它们生长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主要来自于播种的种子的区别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种子来种呢 首先不要用种子播种 长不出好的大蒜 第二 用从超市买的大蒜来播种 长成什么样没有保障 可能会出现异常 去年我用超市买的大蒜 种出来的大蒜是很好的 今年的就不行 在抽蒜苔期间长出了许多细叶 影响了蒜苔的生长 甚至有的就长不出来蒜苔 不过最后大蒜长得还挺好 如果不介意是否能长出蒜苔的话 可以用超市买的大蒜种 第三 自己留种的大蒜再次种是可以的 所以也可以买一次大蒜种子 然后留种 以后就不用买了 大蒜是非常好种的菜 不招虫子 也没有病害 非常省心 也是我们做菜少不了的一味调味料 是家庭必种菜之一 明年我还要多种一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您有帮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